我今天早上起来看到一条新闻 直接就冲上了热搜 丸子事件的女子喝了酒叫代驾 代驾不小心就压到她的脚了 她提出来5000元的心地私疗 但是代驾不同意 所以就叫她去医院治疗 医疗费有代驾付 代驾就带着这个女子去了医院 女子挂了急诊 那么医院就根据她的伤情 安排了她进行排队 她说她排队了两个小时 这是这个女子自己说的 护士过来就给口罩给她 要她把口罩戴起来 说急诊室里面是要求戴口罩的 她不戴 那么就和护士吵了起来 然后就骂了护士 护士就报告给了护士长和保安 然后经过他们的确定 就证明这个女士 她确实是存在侮辱护士的行为的 然后就进行报警了 这是整个来自网络的说明 这个北京的警员们在新加坡看病 她就被指责是向护士报了出口 整个视频我也看了 大约11分钟左右 这个新加坡的调查官 在向北京的女孩询问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她貌似是很聪明的 她回答问题避重就轻 始终都不直接回来这个问题 我做一个九居海外的同胞来说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回答问题 真的是有一点扯 第一她不承认自己骂了护士 这个指控应该是不成立的 她似乎是不知道的 在医院里面 其实最多的并不是什么仪器 最多的是监控摄像头 我不了解新加坡的情况 但是我知道美国的医院里面 几乎是每个角落都有监控剂 都有摄像头 她承不承认其实都不是问题的核心 那么通过整个视频呢 我至少是得出一个结论的 北京的这位女子 她确实是对护士报了出口的 这个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要不然她不会一直在那儿 扶脚蛮缠 东者西拉 直接就说我没有 其实就很简单的事情 第二呢 她居然可以一直拿着她的手机 对着那个调查官录像 这更出乎我的意料啊 在我看来这个调查官的脾气 其实还是挺好的 更由这一点 我觉得整个事件 就和歧视是沾不上边的 要知道在美国这边 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 哪怕是在我们医院里面 当你拿着手机拍医生 或者是护士处理病患的情况 这个都是不容许的 医院里面有明确的说明 能够为你服务的医生 或者是护士 是不容许拿着视频拍摄的 大部分的工作区域 它是有摄像头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子的行为 真的有点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惊 第三呢 这个女子她也够生猛的 居然直接上手 翻人家调查官的私人包包 想看人家的证件 她居然怀疑人家的身份 那周围那么多警察 如果调查官是假的 旁边的人都会出面指出来的 没有人会吃饱了撑的 出来搅这一趟浑水 她的这个伤应该是不严重的 如果真的是很严重 肯定会第一时间 有医生或者护士出来处理的 她是不可能拿着手机一直在那录像的 你说这个是不是匪夷所思 在美国的医院里面 我确实见过病人在急诊室里面 打骂任何人 这还不只是说医生或者护士 这种情况下 人家是真的很难受 那么面对的这种情况呢 美国的护士是直接给病患一针 没有几分钟 这个病患他就安静下来了 人在很疼痛的情况下 人呢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的发泄 和各种各样的怨言 不可能说有想法 还拿着手机去录屏的 我曾经在我上班的时候呢 送一些医疗的辅助用品 到我急诊室的时候 我呢就看到一个病人 裹着床单 他指着我 因为我是医院的公证人员 他就找我要那个毯子 就去我们那个保安箱 准备跟他拿那个毯子的时候 一扭头我就发现这个病人啊 他居然把裹在身上 那个很单的床单 竟然松掉了 我当时一看妈呀 一个拖了毛的火鸡 站在我的面前 我一看落花儿桃 我就马上叫个PCA 我就说这是你的责任了 我就走了 之后呢这个PCA 他就告诉我 他的这种事情 在急诊室是经常发生的 所以从整个视频中看待的 我觉得这个北京的女子 她的脚伤估计真的是一个小问题 用我们武汉话来说 就是拿个废子当个霸翁 在工作人员紧张的情况下 等三个小时 我不知道新加坡会怎么样 但在美国这其实是比较正常的 美国的急诊室 肯定会优先 病情比较重的病患的 但是一般等三到四个小时 确实是很少发生的 那其他的医院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 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医院 医院的保安 它是配枪工作的 如果遇到那种 不服务管理的刺头 那是可以掏枪处理的 那还记得我曾经以前 遇到过一世 病患大闹我们医院的急诊室的 他当时是把急诊室的电视机 和那个监控器的那个monitor 就是显示器 整个都砸坏了 警察呢就站在那个急诊室的门口 不让他出来 就让他在里面表演 这个人呢 本身就是大佬有一点点问题的 所以呢 在等他平静以后呢 把他治好了 就把他给送走了 第二天呢 公正人就修复那个monitor 还有那个电视机 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的 那北京的女子 在新加坡的这种行为 她在美国这边 真的是不可能发生的 本来呢 她是很有道理的事情 被司机给撞了 其实有机会替自己辩解的 但是正是因为 她的这种骨脚蛮缠 说起来真的有点替咱们中国人脸上抹黑 因为你出门在外代表的 真的不是你一个人 代表的是背后整个中国人的群体 你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 不可能说 次次都有人注入你 狐角蛮缠 我们国内还这么一句话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我就不明白 她当时心里是怎么样想的 那么根据新加坡公共秩序法令规定 任何人在公共场所 向其他人展示 散步传达 或者以任何方式 显示暴物性的侮辱的语言 或者是恶意的延迟 将面临最高1万元以上的新币罚款 最多三个月的监禁 这些延迟包括 但不限于侮辱性 或者是公性的言论 图像 歌曲 等等其他的表达形式的 同时呢 在公务人员爆出口 哪怕你侮辱了不是本人 其实也是可以定罪的 最后怎么说呢 有些学费啊 真的是需要自己亲自去交的 我们国家的过于的宽容 最后是隔壁邻居 替我们教育自己家的孩子 那我们还能说什么的 一声谢谢结束我今天的视频 然后不要忘了 周五的晚上7点钟 是我的直播时间 欢迎大家走进我的直播间 再见